一陣強風將保全垂倒在地 重摔三圈 台北民眾9號颱風日 正在等待進入地下停車場時 拍下這驚恐的一瞬間 趕緊拿起手機打電話叫救護車 先生你好 我這邊西域區 那個西域區 文豐南山 那個停車場這邊 保全躺在地上動也不動 被風吹倒翻滾了三圈 路人見狀趕緊幫忙 當時這位保全被風吹倒鏡頭 拍到他的時候已經開始翻滾 而且他處處滾了三圈 5公尺這麼遠 最後他到了這個平台的地方 整個人倒在地上 就沒有再起來了 當時行車紀錄器 拍下這一幕的車主 趕緊叫救護車 而記者也找到了這一位車主 那個人就跌倒 跌倒之後他試圖爬著起來 爬著起來之後 又向後翻了兩三圈 然後就整個人倒地了 根據了解這名靈性保全28歲 當時被送往北醫治療之後 沒有大礙隨即返家休息 但為何會摔得那麼重 目擊者說 這位靈性保全體重比較輕 我覺得他身體比較輕一點 太輕了 大概很像女神的體重 女神體重大概四五十 對 誰叫你們 啊 水狗 爬電道 要下去嗎 哎呦 爬到這麼嚴重 他好像中得很嚴重 我去看看他吧 立騎馬的強風 讓這位體重輕的保全被吹倒在地 連滾了三圈 最後倒地不起 這一期意外也讓大家見識到 不是說沒有下大雨就能放心 颱風的威力絕不可輕忽 記者機關紅王一眾 台北報導